就是說 我跟我先生是關起門來 他就不完全是媽寶了 就是說在外面他也要給他媽媽 媽媽媽面子 對 不然說娶了老婆就老婆的了 出了房間門 媽媽說什麼都是 對 連我也要跟著 就是說妳就是要 那關起房門來呢 他就會給妳比較多的尊重嗎 對 那不然在房間裡面幫我 這樣子能不能得到平衡 這樣有少許的平衡對不對 對 像妳講說 那直接我去跟婆婆溝通 那先生是不是就沒面子了 然後兩個女人是不是就有 就會有戰爭了 那先生更 夾在中間更難回嘛 那妳覺得現在如果說 先生比較聽媽媽的話 對妳的最大困擾在哪裡 最大的困擾曾經我也想說 那不然我們離婚好了 有這麼嚴重嗎 對 我曾經有這麼想過 因為他比較聽媽媽的話 有影響到妳的權利對不對 對 其實我的老公 應該算是 可是我覺得他真的是媽寶 比方說他上班的時候 有受喪失無理的叮啊 或是同事間有言語的 比如說在工作方面有點 就是搶功勞的感覺 對 他如果受委屈 或說喪失故意訂他的時候 通常他回家不是跟我抱怨 跟我講 他會直接開熱回去找他媽講 那我婆婆很可愛喔 他會數落他的喪失給我老公聽 這個老闆不通人情 我們不要理他 這個同事小家子氣 算了算了 不要跟他計較 等於說我婆婆就會相當就是 一些很好的話語來安慰他 我老公就會覺得心裡舒服多了 不是別人的錯 都是別人的錯 我應該是沒有錯 那你覺得他的媽媽這樣子 去跟他安慰 人家不對嗎 我覺得我婆婆沒有錯 他也希望說小孩子 多回來酷訴一點 多一點時間見面 對啊 可是我是覺得這樣子 有點不尊重我 好像我的意見是不對的 OK 那這個可能就要靠 你跟你的先生去溝通了對不對 畢竟你跟你的婆婆沒有住在一起 其實你跟你先生的時間 還是比較多一點的 對不對 但是我老公不是這樣 譬如說今天凌晨3點 我婆婆通電話 妳就回來 我喇叭鎖壞掉了 回來給我修一修 我老公可以衣服換換就回去了 凌晨3點媽媽會為了修喇叭鎖 打電話給他 不會等到白天嗎 因為老人家3 4點要起來運動 好 現場有沒有媽媽認為說 其實鹽巴的婆婆沒有錯的情局派 都認為是比較不合理 好 阿翔 因為我覺得媽媽可能年紀大 到那個時間 她可能沒有人可以依賴了 對 只能找自己的兒子 然後我自己是因為小時候 媽媽都會準備好 就是譬如說內衣褲都會買好 出去的衣服她也會買好 然後可能水果也會幫我們切好 因為如果不切 我們可能就懶得去吃 就可能去 就是想說算了 對 然後他們會給你一些東西 但是你雖然你沒有很想要 但是你不忍心拒絕媽媽 阿翔你結婚了嗎 還沒有 還沒有結婚 如果你結婚了以後 你的媽媽跟你的太太之間 就是因為剛才大家說的這些 所謂的媽寶的這些事情 他們有不同的意見的話 你會比較支持誰 我覺得如果你要娶這個女孩子 進門的話 就是她會成為你的家人 所以當然要先讓媽媽相處過 他們是合適的 不然如果你娶一個媽媽不喜歡你 但是如果媽媽會愛你 但是她會讓她 但是以後就變成媽媽可能被欺負 就是其實這樣會不好 OK 那如果他們如果是原本就融洽 那我們就可以成為家人 可以一起生活的話 我覺得這樣是 對對我 對我也好 對媽媽 對媽媽爸爸 都是最好的 都是好的 我請教一下佩儀 對 你跟你的先生之間 好像你比較強勢嗎 我是比較 對 我以前就比較強勢 所以你沒有跟婆婆相處 或者也沒有媽寶這個問題 我婆婆是常常有的時候會 有意無意跟她講 以前媽媽跟你講 什麼樣的西裝好看 打什麼樣的領帶 穿什麼樣的鞋子 你從來不聽我的 為什麼現在佩 因為我老公他就是配外表的 就是服裝他是很弱 那都是我幫他買好 他穿他就覺得很有自信 因為他覺得我是走演藝圈 知道怎麼搭配衣服 今年流行什麼色系 他什麼都聽 從來不會反對 因為他很相信我的能力 可是他媽媽就會有一點吃味 就說 為什麼我說的 你都不相信 老婆一說 你看就穿的就是我以前說的 對 所以他回來跟我講 那我有的時候我就會說 你要多聽媽媽的 媽媽買什麼東西給你 你都要說謝謝媽媽 你好會選 然後有時候我老公去美國 有時候到紐約出差 他有時候會說 他當天晚上就要飛回來 我說不要 你飛回去跟婆婆他們相處 因為我現在自己有個小孩 我知道當媽媽 很不容易把小孩拉把打 又再加上 拉把成一個 很有用的人 在社會上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 我覺得我要感謝我婆婆 我老公常常都每次都說 媽 妳要不要什麼 我媽媽 他媽媽當然都客氣 什麼都不要 只要你們幸福快樂就好 可是我每一次什麼 因為他是東方人 韓國人 我又買 那個好的一瓶 六千塊的給他買 珠寶 給他買什麼 他老人家高興到 每一次跟我們出去就帶 他說奇怪 我媽都跟我說不用 我說妳去相信女人的話 當然是說不用了 對 每一次我就幫她穿好 我婆婆就會看到 媳婦對她的用心 對 我覺得這是當一個媳婦的 一個智慧的地方 而且她出去會說 妳知道嗎 這是我媳婦送給我的 她就是要享受那種成就感 表示我的兒女其實都很孝順我的 好 可不可以講講自己的經驗 我的先生是Mabel 我受不了的 請舉牌 OK 好 先生 其實我老公也是這樣子 包括就是說 我們的省級的問題 他媽媽聽不懂國語 這個也曾經差一點造成 我們兩個沒辦法結婚 但是我有努力的嘗試就是說 我願意去學台語 所以說這一點就是還好 可是日常生活中呢 包括說要買什麼菜 煮什麼 都要媽媽帶著去 她就說因為我媽媽知道要怎麼煮 然後小到說買菜 婆婆要帶著去 大到說買房子 通通都要婆婆說 哪裡的風水好 哪裡的地方可以才可以 就變成是說 她完全都要聽她媽媽的 可是自從 這個真的讓我覺得說 非常非常的痛苦 可是當我們自己當了媽媽之後 發現到 我們自己本身也是這樣啊 妳也希望兒子都聽妳的不是嗎 是 因為我們會覺得說 小孩子妳聽媽媽的 就是乖嘛 好帶嘛 對 才恍然到說 其實我們自己本身 也在做這樣的角色 所以這個三順 那妳就會明白了說 其實過去有一點 錯怪了妳的婆婆了嗎 我想多少生活中 都會有這些誤會摩擦 然後都要適時的 不同樣的時間 去自己做一點反省各方面的 包括之後我對我的小孩 可以說真的就是 如剛剛大家所講的那樣子 我們該做的都做了嘛 對 那一直到就是說 前幾天才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的那個老二 已經是高一了 對 那他平常要辦那個悠遊卡 我都給他一百、兩百這樣子 可是剛好有一天 就是上個禮拜的事情 就是說他剛好 要給我要錢的時候 我沒有錢 我給他一千塊 對 然後回來的時候 我跟他說 妳要找媽媽五百塊 他竟然跟我說 媽媽 那個便利商店的先生 好像沒有給我錢 我說天啊 是五百塊耶 妳怎麼會連 這個五百塊都沒有拿 然後他就認為說 反正就沒了 也沒怎麼樣 對 也沒怎麼樣 然後我就很著急 我就先罵了一頓之後 就開始要找電話要打 我就說 我就後來就事後 就突然間想到 我就說 不能什麼事都媽媽來幫妳做決定 我就說 妳現在立刻到樓下的便利商店 去跟他要林口那邊的電話 媽媽必須這個時候 要把這件事情解決掉 然後就授權給他 然後順便問他說 妳去 授權給他的兒子 去辦這件事情 把那五百塊要回來 好